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来讨论一下包和模块 它们的名字 那么在python里面 给包和模块命名呢 这个呢非常的简单 表面上面来看呢 包的名字呢 就是文件夹的名字 而模块的名字呢 就是文件的名字 好,如果说7这个文件夹 它代表一个包的话呢 这个包的名字呢 就叫做7 而c4.py这个文件 如果它代表是一个模块的话呢 这个模块的名字呢 就叫做c4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7这个包上面啊 有一个c4模块 6这个包下面呢 也有一个c4模块 怎么区分这两个模块呢 这两个模块的名字 都叫做c4吗 如果是都叫做c4的话 如何来识别呢 好,如果你要区分 不同包的两个同名的模块的话呢 你需要在这个模块的前面 加上这样一个包的名字 比如说呢 c4 7下面的c4呢 我们应该把它加上一个7.c4 好,那么6下面的c4呢 就是6.c4 好,就是这个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这个概念呢 在很多的编程语言里面呢 都是有的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用来区分这样的一个相同的模块 但是实际上呢 它模块里面的内容却是完全不相同的啊 好,比如说呢 你和其他的人团队合作开发一个项目 那么呢,其他的人呢 他定义了一个模块叫c4 你呢定义了一个模块也叫c4 好,那么怎么区别呢 那你肯定的是在这个相同的模块名字的前面 加上它包的名字 那么包的名字 加上这样的一个模块名字呢 就形成了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就叫做命名空间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包下面呢 是包含多个模块的 但是呢 我这里要说的是 一个包下面还可以有纸包啊 好,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 先一个文件夹 叫test文件夹 好,这test文件夹下面呢 还可以啊 包含纸包 同样的可以 再建立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下面呢 还可以再建立一个文件夹 我们这里呢就不再演示了 我们现在呢 把这样的一些模块呢 复制到这里了 这里呢 就形成了一个纸包的概念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看清楚一些 好,此外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说包下面只能包含包啊 和包平级的 也可以是模块啊 这个特性呢 大家呢也是要注意的 比如说这样的一种可以吗 可以啊 并不是说包下面只能有包 它呢是可以让模块和纸包呢 成为一个平级的关系 好,我们把它给还原 我们刚刚在PPT里面讲到过了啊 包呢只是在物理表现上面呢 是一个文件夹 但是呢 一个文件夹呢 它却不等同于一个包啊 它还傻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或者说呢 Python呢是如何区分一个普通的文件夹和一个包子呢 如果你想让一个文件夹成为一个包的话呢 你必须在这个文件夹上面啊 有一个特定的文件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特定的文件呢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imit 然后呢 点py文件 好 我们把这个特殊的文件啊 就这里写一下 注意 这个特殊的文件前面呢 是两个下滑线 imit 然后后面呢 也有两个下滑线 点py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想让一个普通的文件夹 变成Python的一个包呢 你必须在包下面呢 包含这样的一个imit文件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Python呢就会认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件夹 而不是一个包 这里呢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啊 imit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件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模块 这一点呢 是大家要注意的 你呢 可以在这个文件里面 什么都不写 只是用它呢 来标注一个包 也可以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和我们的模块一样 编写一些代码 这个呢 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说了 对于一个模块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名字啊 就是呢 包名 然后点上这样一个文件名 对吗 好 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imit文件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如果按照我们的规则呢 它应该就是silent点 下滑线 imit下滑线 那么是这个名字吗 不是的 imit这个模块的名字呢 比较特殊 init这个模块的名字呢 就是它的包名呢 Simon 好 那么至于这个模块的名字 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呢 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想起的来解释 这个呢 就涉及到模块的导入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